HELLO,大家好,我是Eling 今天我要和大家去找吃Burger的Hidden Jam 它們不是餐廳,不是Sick House,不是在菜餐店 而是在酒吧 我們Let's go! 哇,明天早些汁飽出來 你以為酒吧只可以喝酒? 現在吃東西都要去 哇,原來在酒吧吃東西這麼開心 喂,你的Hidden Jam 美美地,美美地 今集我們和調酒師一起捐烈捐烈 找到入酒吧 為你到來入酒吧吃Burger的故事 香港的漢堡包,淋淋種種 在我找著好吃的Burger的時候 我發現一些高質素的原來隱身在酒吧裡面 大家對酒吧的食物好像一向都沒有什麼期望 那不如我就直接帶大家 找酒吧裡面隱藏的Burger和美食吧 我就邀請了做了十幾年調酒師 也有自己開酒吧的Paul 一起吃東西之餘 還會教我們食物和酒的Pairing HELLO,先喝杯,Eling 12點了 第一站我們就來到 躲在中環鬧市一角的酒吧 是走過都不小心會錯過條行的那種 實際上他是真正的低調高手 準備好喝嗎? Yes, come on in Diplomat和John都是很出名的Bartender 所以我們早就認識 John是獲獎無數的調酒師 Diplomat的雞尾酒也很出名 在2021年他們還打入了Asia Top 50 Bar的第20位 但今天我們來到是吃他的食物 WOW, THANK YOU John一拿上來 他已經很大股牛肉味飄出來 用料比較簡單 番茄和Pickles是分開相 哇,聽到醬汁飄出來嗎? 你看我的手 整個包咬下去就是很濃郁的牛的味道 然後有芝士的鹹香 可以看到裡面是有肉和脂肪的粒 所以咬下去也是有吃到牛肉的質地 下面呢 就算它是放著一塊油脂很重的肉 但他也不會想 看回同區附近的酒吧 他們賣的Burga都不便宜 多數要百多到百五元左右 但這塊要差不多二百元 我就問過John 原來餐廳的牛肉 是跟他經營的另一間和牛Find dining餐廳 share來用的 是日本宮崎縣出的美其牛 出名油脂好豐厚 沒錯,這塊就是美其牛 我們拿去剪刀的 我們自己的剪刀 我們自己的剪刀 有很多脂肪的材料 我們會做一個 我們會做一個 很濃烈的 很濃烈的 Palancha 我們會剪刀它很濃烈 這樣會令它很濃烈 然後保持所有的汁 中間的味道 中間的味道 通常我們吃Burga 喝酒 通常都是喝啤酒 或者一些有氣的 一些新鮮的酒 類似一個 Gene Gimlet Trees 是一個Gene的Classic Cocktail Gene Cocula Banan 所有很Smooth 因為它有少許酸度 Citrus 不只配Burga 我想配我們 這裡 桌上所有的食物 這杯都一定可以做到 吃這些這麼重口味的Buff food 應該買些怎樣的Cocktail Cocktail上面最好是簡單 輕鬆為主 還有最好是帶一些酸度 酸的話 我們會分泌口水 幫助消化 你的味道已經很嫩 最好是Cocktail可以幫你 Refresh到你的味道 炸東西 配一些Refreshing 最好有Bubbles 例如Gene Tonic Mohito Long Island Ice Tea 這一杯是暖的 當我們經常說到咖啡的Cocktail Iris Coffee 通常都是第一個 這個其實有點像喝Millshakes 會不會很膩 因為酒有差不多的 濃度 強烈的酒精 是可以幫助消化的 一間做Cocktail這麼出名的酒吧 在想賣過Burger的時候 除了要顧好Burger的味道 更加要令它和Cocktail相得益彰 I mean We take huge pride in our cocktails for sure But I don't want it to be just 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rely on just in order to excite people 在這裡吃到的Burger 和外面最大的分別 就是這裡有個好的Cocktail 就是說你出去 可能你都找到 其他好好吃Burger 但你就不會有 很好喝的Cocktail 其實以前來說 都只是 隨便吃點東西 Nachos 薯條 這些是最常見的 很容易做的 而且又不會失手 但你看到現在 今時今日 就不是那麼簡單 他可能喝一杯酒 但可能會叫很多東西吃 可能他 真的很欣賞 他這裡的食物 就住Bar Food The Economist 早就在1949年 用一句說話歸納過 A packet of Crisps Or a Flashes Sardine On the Laddery Toast 其實就是簡單 方便 細份的小食 在酒吧文化興盛的英國 就有記載過 在150年代 酒吧已經在賣 炸魚 煮青豆 一個世紀之後 就出現了 現在都經常見到的花生 後來 更加為了和快餐店競爭 款式就升級到 去Pai Pastry 都開始出現 香港的酒吧都一樣 除了Cocktail都做得很好 食物也越來越豐富 我覺得近五年六年 就越來越多這些餐酒館 即七成的酒吧都會開始有食物 譬如台灣已經做了很多年 帶起這個熱潮 但餐酒館是怎樣 很多時候 Bartender和廚師之間 他們會有更多溝通 可能跟他們的菜式上面 他們的酒館的創作上面 都會跟他們的食物做一些配搭 就是這樣 因為那時候疫情 這條街是最多人的 因為拿巴牌的都要關門 變了很多新開 近年開的那些都一定會拿到餐廳牌 Diplomat就是臨近疫情爆發之前開門的 其中一個令他們熬過疫情的 就是餐廳的食物 我認為一部分是 謝謝我們的好餐廳 我們做了幾個 提供的活動 給客人想要100餐廳 一餐廳 我感覺香港人 會有很多規限給自己 可能是 上班不喝 當然是下班 或者放假才喝 可能是 我們說 中環 或者整個酒包 就只有星期五、六才忙 有巴牌之後 有些人都可能 喝一杯 但吃 可能會叫很多東西吃 他們真的去吃飯 會有不同的客群 其實會不會現在賣BAR FOOD 都是他們一個生存的方法 當然 對於推廣酒吧也好 未必每一個人都 進入咖啡店的文化 不過我想 吃東西 是永遠大家都會喜歡的 我們第二站 就來到利東街這裡 這裡就是一間鷹飲料 但其實 它是一間BAR 隱藏在二樓 這裡表面上是一間BAR FOOD 每天都會買新鮮出爐的麵包 給你拿上二樓吃 我們那個BURGER的BRIOSH 即是包都是在這裡做的 一到晚上的六點 二樓就會成為WINE BAR 我知道近年的趨勢 都是越來越多一些 特別的酒吧 譬如GIN BAR MISCO BAR SAKE BAR 還有Y BAR 如果你聽過香港 米芝蓮一星 和六星都拿了的餐廳 ROGANIC 它的主廚Simon Rogan 就是開這間BAR的主人 而這道食物的Recipe 都是他出品的 FISH BURGER 生得很帥 怎樣是它的尺寸呢 很大 大過拳頭 大過你的拳頭 大過我的拳頭 還有那個魚柳的厚度 佔了這個包的三分之一 那個氣孔 一按下去 一打上來 對 先說不話 包子真的很鬆軟 軟但是很有彈性 對 它的魚是很柔軟 和很新鮮 但是炸漿 如果你剛剛看到環切面 它是剛剛包著那塊魚的 你看看 炸到魚有點像蒸熟的狀態 對嗎 真的很濕 這個BURGER用的包 是加了很多牛油和蛋黃 做成的法式麵包 BRIO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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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優雅的麵包 低溫度的麵包 超級溫度的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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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這款魚柳 就是西班牙混尼的鱈魚 即是平時FISH AND CHIPS 都會吃到那一隻 我們用SING TAO啤酒 用啤酒的麵包 高溫度 通常煮的麵包 大概2分鐘 然後我們把麵包製成 黑麵包製成的麵包 然後把麵包製成 煮成的麵包 然後把麵包製成的麵包 很新鮮 不能太多操控 這個呢 它就是一個香港的卡啤酒 桂花味的 BURGER和啤酒 是很搭的 很搭的 魚呢 因為芝士 所以它有一股鹹香味 嗯 但是那個塔塔醬 又是有少少酸的 都是頗豐富的 BURGER 如果你自己吃 可能會有少少漏 一陣這個啤酒 就可以很爽 聞下去 是有一股桂花味 還有聞到少少甜味 最重要的啤酒 就是夠冷 那個Bubble 它是很reflection 這個呢 偏向是輕身一點 店頭的WINE 都是靠這裡的試酒師選出來的 他們的工作 就是負責想過度過 選一些搭配到食物的酒 所以 這會幫助我們 在廚房裡 我當然沒有太多的知識 在廚房裡 所以我們常常都要靠在一起 我們如何配合 我看到 剛才看了很多他們的WINE list 因為我是一瓶都沒見過的 例如有些很小的廠 有些很新的年份 這個呢 就是一個 Whistling的白酒 我啦 通常呢 這個品種提子 都會甜一點 我喜歡這個多一點 有很多的Citrus 水果的酸度 吃個甜的 再吃個鹹的 你就會吃來吃去 不斷吃 除了一個乳漢堡 這裡其他的食物都搭配到酒吃 例如這個黑松露多士 是一股黑松露的味 慢慢滲開 然後你會再試到上面的芝士 風塘漿在外面 Glaze了 其實它有少少甜味 所以我覺得真的要喝一口酒 所以逢有bubble 有氣體的飲品 是會令到一些比較heavy的食物 更加 會變得 對 輕鬆好多 但是呢 我覺得香檳是很危險的 因為bubble都會令你容易點醉 看回西方的國家 例如美國的70年代 Wine bar是專注零售 和討論紅白酒的空間 客人進去放得到口的 就只有酒 去到大約80年代 Wine bar的氣氛才慢慢變輕鬆 和有食物出現 你隨時都不敢進去 門檻相對你高一點 你好像要很懂得喝 你才可以去 Wine bar很多 杯要這樣拿 這樣拿 又不可以這樣拿 以前很多很多禮儀 或者很多很多不同的 規限 例如我現在拿著這麼高的杯 很優雅 但是呢 其實我吃東西的時候 我是拿手 拿著一些多士 它跟我想像中的很不同 你不覺得 你必須要來這裡 用一個衣服和衣服 你可以來 放鬆 喝酒 和魚餅 沒有那麼多規矩 我想點炸雞 點包 也可以點紅酒 Ben也覺得 好的食物 更加是在香港 眾多酒吧入面 特為的要素 尤其是在香港 所有的食物 都很厲害 所以 一定是 競爭的 會使你 起碰你的遊戲 一直嘗試 新興趣的事情 這個話題 是 當我們開始 避免這些線 由餐廳和酒 和酒 我認為更多酒 會提供好食物 但我認為 你會看到 是一個酒 是一個酒 我不知道 可能酒 或酒 會越來越快 對 可能在酒 中的食物 相對的 質素 都會越來越提高 甚至乎不喝酒 也可以去吃東西 我們跟觀眾說 拜拜 很快再見 拜拜 你的臉很紅 對 好像比你的臉 拿近一點 大哥 還沒得 啊,Tony 等一下 拜拜 先別忘了 看來 你 看來 看來 你們